柯文哲今天來到了新北輔選 連日來他是猛攻疫苗採購問題 昨天又說民進黨需要選舉紅領 邊境在選前就會開放 對此呢 總統還有指揮官王碧盛 紛紛在臉書上強調說 不希望把防疫和有疫苗 作為選舉的口水戰 那麼陳時中也說 邊境開放是以防疫還有經濟考量 不過柯文哲聽了很不以為意 直呼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柯文哲週六輔選列車來到新北 至公民進黨勝率票倉 三重區要幫自家掃機拉台聲勢 除了掃市場也和雲林同鄉會 地方人士座談 支持連日來疫苗採購問題延燒 柯文哲也在和前指揮官陳時中槓上 陳一天更預言 選前一定會開放邊境 因為民進黨需要選舉紅利 眼看次世代疫苗到貨 總統蔡英文現任指揮官王碧盛 紛紛在臉書貼文 呼籲不要為了選舉惡意操作 讓柯P很不高興 這個叫一個成語 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為什麼台灣後來是疫苗送得比買才多 政府會說我們幫紅海幫司機 我就很想問說 你為什麼不幫你自己買疫苗就好了 從振興跟防疫的角度去取得一個平衡點 選舉跟這個防疫是兩回事 另外國安局長陳明通 訪問泰國的行程照片意外曝光 身為林志堅台大碩士論文指導教授 抄襲問題還沒解釋清楚 真以在天益莊 有點焦緊的柯文哲也看不下去 國安局局長的行蹤竟然會破在網路上 天啊 那台灣的國家安全到底怎麼處 其實陳明通我跟他也認識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今天那個林志堅那個路程事件 他要負最大責任 從洛文超習到疫苗風波 柯文哲都把炮火對準民進黨 持續拉高分貝 不讓民眾黨在年底選戰北邊緣化 接近美眾和報道